重操媒體就業 敗選後三天 趙小康再度出現 偏偏國民黨腳步還沒走回正軌 逼宮聲浪席選朱立倫 要他下臺 黨主席大衛 下次挑戰就是二零二六縣市長大選 就看藍營能否改頭換面 而朱立倫任期是到明年十月 要不要提前請辭都在一面之間 搖搖頭 這卻先不接 畢竟自己才剛結束 驚險副手任務五十天 選戰心得 趙小康坦言 比自己選難上不止十倍 侯康首度搭檔沒能勝選 而主帥選前才費盡心力化解侯寒心結 選後卻被發現侯友宜臉書感線名單 獨漏了韓國瑜 韓國瑜在開票的當天晚上 就特別到選辦來給我致意 我都表示十二萬分的感謝 過程任何人幫助侯友宜的人 我永遠不會忘 感念放在心裡 不讓敗選陰影進到郭惠裡去 環新聞風波風 張苛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